而网红明星跨领域变为当红歌手了 那对夫妻里面呢 那么大家看到了 这丈夫演唱了一首歌 要送给太太跟女儿 就没有想到的不是脸书上 近两百万的点阅而已 他们竟然这首歌在网络平台 已经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 打败了Hebe田富珍 至于夯团这群人 他们要纪念成立六周年 所以成员也发行了唱片单曲 包括了此歌曲内容 MV拍摄通通一首包办 其实对唱片公司来说 是非常省力的对吗 而另外再看到了 去年跟初恋女友结婚的蔡阿嘎 也发行了实体EP专辑 当作新婚礼物献给老婆 接下来再看到这个网红明星 我们要派出我们的 宅男特派员了 好 为什么要宅男特派员呢 因为这宅男女神 围起美少女黑佳佳 现在已经被向众 要进军演艺圈 而且先办了粉丝见面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宅年的世界特派员林芷慧 我们今天来到保龄球馆 不是要打保龄球 而是围起美少女黑佳佳 要跟八名幸运粉丝 一起来这边举办同乐会 就是要庆祝粉丝团破十万人 黑佳佳 专注神情下着围起面无表情 跟刚刚活泼可爱的形象反差有点大 没错有在关注围起比赛的人 一定都知道这位清秀可人的 美少女黑佳佳 就还一开始在下棋的时候 就被她虽然我不懂围起 但是就是被她那种认真的表情吸引住 然后就开始关注她 像刚刚玩游戏啊 或是跟她一起射飞标投篮 其实都有她 原来她其实很活泼很可爱的 现在她不只在围棋界还要闯荡演艺圈 因为过去就是我比较少唱歌 所以这方面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继续 黑佳佳今年22岁是台澳混血 从8岁就开始学围棋 14岁就取得大陆职业骑士段位 也是台湾目前唯一在大陆路段的职业女骑士 目前都还没有任何演艺作品 就先举办粉丝见面会 反其道而行 或许就是唱片公司的策略 想先试试水温 就是我其实当然还是会继续 就是我还是去参加比赛 然后还是会继续培训 然后只是就是将来 多了一个艺人的身份 被唱片公司老板向重踏入演艺圈 坦言目前都还在学习唱歌等课程 未来也会兼顾下棋和演艺工作 让粉丝能看到她不同的一面 在这一面 谢谢大家